各位路人甲乙丙丁大家好 这一集我们要来谈sin与cos之间互相转换的关系 上一集我们已经有提到sin或cos的函数可以用这样一个图表现 那这样一个图它的横轴是弧度 那它的纵轴则是对应某个弧度的值 那举例来说θ角是0的时候sin0是0 所以θ角0的时候sin0是0在这里 那θ等于2分之π的时候sin2分之π是1 也就是说2分之π在这里 那sinθ sin2分之π等于1就在这里 那这样一个s曲线是呈现一个周期的状态 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只要把头抓出来 就能够画出全部的sinθ函数 那用同样的方法我们一样可以画出cos的函数 是类似于这样子 好那我们互相比较sin与cos的图 假设我们都抓这个点和这个点 一起去画 就会发现其实这两个曲线是一模一样的 这就表示了sin与cos之间 其实只要透过角度的改变 做适当的定义 就可以将两个画成等号 譬如说这一条公式sinθ-2分之π等于-cosθ 这样一个公式要透过三角函数 直接证明其实有点困难 但是只要透过曲线的平移或上下翻转 就能够轻易地做到 首先我们来考虑一下 假设今天是sinθ加2分之π会发生什么事 好θ等于0的时候带入就是sin2分之π 那这个值是1 所以θ0的地方对应的值是1 那接下来θ2分之π的时候带入这个是sin2分之π加2分之π就是sinπ 那sin就是0 也就是2分之π的地方对应出来的sin这个值是0 所以就可以画出这一段 那我们只要找到其中一段就可以前后延伸把所有的曲线画出来 所以我们就可以发现其实上下的图比较只是s曲线向左移动了2分之π 也就是说在这里加上2分之π的效果是使得整个s曲线向左移动了2分之π 同理可证 假设今天是减2分之π 我们经过一些计算以后 它其实就是s曲线向右移动了2分之π 好现在我们再来比较左边右边中间的图 会发现它们两个图是一模一样的 那也就是说明了sinθ加2分之π这个函式等于cosθ 它们画出来的图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这个等式是成立的 那我们现在再来考虑一个上下颠倒的例子 我们已经知道cosθ画出来是这样一个曲线 那如果前面加上负号的话 会发生什么事呢 各位可以再用前面的方法再同样的画出来 就会发现它画出来的图 跟上面比起来就是上下颠倒 也就是在同样的弧度值 它这边是1 到这边就变负1 而0的地方还是0 而原本负1的地方变成1 好那接着我们再来比较一下下面左右这两张图 是不是长得一样呢 如果长得一样就代表sinθ-2分之π就等于-cosθ 那这一条式子就等于用图示的方法去证明了 以上就是今天全部的内容 拜拜 拜拜 拜拜